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總統率選擇 明天就要出發 訪問我們在南太平英文三個邦九國 會過境到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來報道 中國可能會用這個作理由 來舉行到軍事演習 也讓川普的新政府作的提示 其實在過去這次消息來 中國已經出動 四十一隻的軍機跟軍艦 攪亂台灣 洪南島三幽邦進展 宣佈過境美國華爾街港 動作這麼多 也讓美國 Wall Street 立法引述阿泰地區官員的說法 中國可能用這個軍艦來回應 幾乎接近郭勤演說後的偉大行動 有意識向川普新政府介入世太平友第一道連 會因為上次聯合力見米可能時間太短 反而變成是一個笑話 沒有發揮他的一個軍事脅迫 那有可能會在這一次的演習 會採取比較稍微大一點的動作 學家混席 中國可能賺這個機會 在啟動聯合來檢視的軍艦 香港在社會表現對台灣的威脅 規模可能更大 時間更長 不過老總統出訪的機関 也會過境美國華爾街港 就此剛好 美國海軍最均 也跟一隻Virginia駅 學主動力攻擊艦南 安排到港 加上四隻路三機駅 這個艦南部隊 也讓人說作是貓艦 主要任務就是對控中國 海軍和海軍艦隊 俄羅克軍港 遇布 這是前往西太平洋 執行這個預警的任務 美國開始有動作 我們在中國任何可能的行動 否則印太区的安全 不想讓中國有機會抓到事情